用數字看臺灣掌握的最新財經脈動 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謝金河 歡迎在這收看本週的數字臺灣 那這個禮拜也要來跟大家來聊一聊 高雄的兩家非常有特色的遊戲的公司 那麼大家可以知道高雄的韓市黨 最近都在賣菜賣水果 但是高雄一方面 我們看到包括以日月光為主的 藍子加工區的這種半導體的產業的聚落 正在成形 而在包括這個前鎮 現在的這個高雄的新灣區 我們也看誕生了像智慧這樣的一家公司 那麼遊戲產業在高雄能夠不斷的開發結果 我相信這是高雄一個未來產業發展的 新的產業聚落 那麼今天特別邀請到我們智慧科技的王 智慧科技的王俊博王董事長 還有智慧的這個歐陽智宏總經理來到節目現場 來給大家來聊一下 現在的整個產業的聚落的發展 好這禮拜我們先看幾個重點 第一個呢 大家看到日本這個國號開始要改了 他叫做令和 令和怎麼來 你看到這個現在這個天皇要交接了 從四 五月一號新的天皇 德仁要繼位 那麼我們看到名人卸下重擔之後呢 日本有新的天皇 那特別跟大家講這個令和兩個字大概從哪裡來 這是日本古典的這個這個詩詞的這個作品裡面叫萬葉吉 他說初春令月 氣俗烘河 把那個令跟和兩個加起來叫令和 所以這個是給大家帶來一個新的期待 對日本來講 那日本改的國號 他是從一九 從六百四十五年的大化開始 那麼這個新的國號 大概是第兩百四十八個連號 日本的新的連號 大家可以有興趣的話 回去追溯一下日本 我想這個新的這個新的天皇 再加上二零二零的日本的東京奧運 我相信這是日本翻轉 很重要的一個新的重要的里程碑 對臺灣來講 我們看到政府現在也努力在招商 這個招商Google準備在臺灣要設立研發基地 我們看到這個在新北市 那侯友宜市長跟Google的這個副總裁也見了面 那這當中我們一再提醒大家 臺灣其實在川普不斷的號召製造位回來投資 那麼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我們金融賬已經連續三十四季淨流出 這個金額你可以看到 二零一七年淨流出八百一十八點 那二零一八是六百八十八 有稍微縮減的態勢 但是未來還值得我們繼續在努力 這當中我們大概可以看到 全世界這禮拜台股 有兩個重點的方向 第一個我們看到二零一八年 臺灣EPS超過十塊錢的公司 有八十一家 這個應該是歷史上應該是最高的 這個情況 我們在二零一八年的全年的獲利是二點一九兆 這二點一九兆 其實在前三季已經一點七八 所以到第四季看起來狀況不太好 那第四季的狀況不太好 大致上有兩個重點 一個是大同的這個虧損 把這個獲利大概吃掉 這個單單他在第四季體力的重大虧損 大同華印再到這個我們看到綠能 上至四家公司 虧損超過四百六百七十八億 所以那個到第四季大概吃掉非常大的獲利 另外我們看到台塑四寶 他在去年第三季賺了九百五十六 但是到第四季的時候 因為油價下跌 他台塑四寶加起來只剩下賺了四十三億 所以做中間的差額大概九百 所以影響第四季的獲利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瞭解這個 在目前的這個在財報的這個年報 完整正式揭露之後 那麼大家可以好好去出手一下 檢視一下企業的體質 那我們看到在這個禮拜當中 中國大陸帶來的全球的股市 大大局的反彈 香港的這個股市不斷的上漲 這當中未來幾個變數 那麼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匯鋒的主管 他講美元的強勢 這個影響未來市場走向 一個資金淨流入的可能會轉弱 另外這個習利倒掛的現象 還是沒有解決 另外貿易談判的這個變數還有很多 另外企業盈利 未來是看跌的 所以這是這幾點可能影響 未來大家比較重要的關鍵 你可以看到在今年的這個全球景氣 一片悲觀當中 但是中國的這個股市大漲 他也帶來了一個PMI的這個數字 開始回升到五十以上 這當中我們稍微看到 今年大陸的股市漲幅非常驚人 你看到深圳的A股 他不斷的創新高 另外上海的A股也在創新高 這當中有兩個很大的助力 第一個是A股入謀的效應 他分三階段把A股納入成分指數 是五趴到二十趴 所以將來會有兩百五十三檔大型A股 一百六十八檔中型A股 還有二十七檔的創業版的股票 會列入MSCI成分股 這當中大家值得注意的除了這個MSCI效應外 這個國家領導人把發展股市 當成國家競爭力核心 這在全世界非常少見 這個習近平講 股市將成為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 組成的部分 他說資本市場是大國博弈的新的舞台 所以他特別強調要建設一個 規範透明開放有活力 有韌性的資本市場 這個一聲令下 你可以看到大陸的股市 深圳A股從今年到現在最大漲幅 已經達到四十二點一趴 另外上海的A股漲到二十九點七 附身三百漲到三十五點一八 這個情況是非常不得了的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禮拜當中 第一檔創歷史新高是貴州茅台 所以大家如果從這個可以看到 茅台現在市值有多大呢 一兆零九百四十九億 一兆零四百 九百四十九億 大概有五兆多台幣 那五兆多台幣已經台積電 沒有什麼兩樣的一個白酒的公司 能夠有這樣的一個強悍的表現 是大家非常值得注意 茅台在最近上禮拜五 他宣布今年的配息 每十股配一百四十五點五三九三 大概你可以換算一下 現在的股價 他的殖利率大概只有一點七趴 這個相較台積電四趴以上 我們還是比他強 你可以看到海天衛月 這個禮拜漲到八十八塊九 八十八塊九 這個是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在這個回合當中 大陸做醬油的公司 股價漲到這個將近九十塊人民幣 然後他的市值多少呢 兩千三百八十三億人民幣 那大家知道海天衛月 現在的本益比五十三點七倍 這個大家無法想像 一家做醬油的公司 他已經超過鴻海的市值 那這個是在中國大市場當中 你可能想像 那另外這個禮拜 我們看到 郭董的工業複聯在大陸 他一度到十七點八八 股價上漲 他也帶動臺灣的鴻海 股價有快速的上漲 所以這是值得大家密切注意的 換句話說 剛才提到的海天衛月 如果你從這個角度去看 臺灣的公司 股息值利益大概都有五趴左右 但是大陸 今年的這個海天衛月 配了十股配九塊 九塊八毛錢 那如果用八十八塊多的股價 你換算他的殖利 這個一點一七趴 那相對來講更少 那臺股未來 我想我們最大的 這個可看性是 你看到 今年臺灣的殖利率 還是會讓好 另外京城陽帶誠治講 臺股交易萬點以上成績 會這時間會比萬點以下時間要長 那我們臺積電今年是八加二 八加二 如果用現在的股價來看 他的殖利率大約是在百分之四左右 那這個看起來比大陸眾多的公司 其實來得要理想 所以我們的高獲利公司 其實大家值得樂觀期待 為什麼臺灣的公司能夠不斷的 這個力爭上有繳出很好的成績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好我們今天要來介紹 我們今天的兩位特別來賓 他們都是從高雄特別趕來的 我們歐陽總經理特別在臺北住了一晚 我們請歐陽總經理跟他問候一下 社長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我們至關的王董事長 社長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兩位我們先來談談這個產業 我今天特別請兩位來 你們一輩子打造一個遊戲產業的品牌 而且這個江山越來越大 我想這個智慧現在大概八十八億多的市值 那智慧九十四點七 如果再加上網農的話 大概將近一百五 所以我想這個當年 包括王董在前鎮的工業廠房裡面 慢慢慢慢打造 也把這個現在智慧 這個整個集團 讓大家非常刮目相看 好 智慧現在在復興思路 我想以前你們剛開始的是 這個很簡陋的房子 大概幾十個人開始創業 那到今天為止 我想這個局面完全不一樣了 我先請歐陽總記 你來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智慧的創辦的由來 未來發展的想法 好不好 OK 好 智慧其實我們一開始 要創辦的時候 是要做數位內容 並不是要做現在這種 大型的遊樂設備 可是做單純做數位內容 其實是蠻辛苦的 尤其是在臺灣 因為市場實在太小 那我們在一個機緣裡面 有幸切到這個所謂大型的主題樂園的市場 那從這大型的主題樂園市場 我們最早是做了一個產品 叫做飛行營業 那飛行營業是在迪士尼 兩千零一年 他所開創出來一個新型的 大型體感遊樂設備 那從兩千一年到二零一九年 都是全世界裡面最受歡迎的遊樂設備 之一 你今天去迪士尼 他依然還是排隊項目 那我們在二零一零年 就突破他專利的封鎖 然後做出這樣套設備 但事實上這樣的體感遊樂設備 他從主題樂園出發 那事實上未來他輻射的範圍 可能是個人跟家庭的市場 尤其我們在這樣的一個發展過程中 發現他是可以有機會翻轉未來遊戲 或是娛樂產業的一個生態的 這個其實我去體驗一下 我才知道很好玩 這個坐在上頭 那個椅子是不會動的 但是你看那個從從那個 你會感受你在飛機上 從飛機開始要起 要衝上跑道 然後凌空飛出去 然後你從這個上面往下看 然後你看到很多的警社 這個你會派的團隊 其實那樣的過程 其實讓大家非常震撼 因為你像iRide 你沒有你沒有你沒有體驗過 你大概只用想的什麼飛行巨驗 但是這樣的一個像這樣的設備 是這個打造這個設備 我想到現在為止 你大概出口有三十幾套 對不對 對 那這個每一套大概 那個那個施工期會很長 是 那到目前為止 在自衛的產品 在全行銷 全世界目前的概況 大概怎麼樣 其實我們在飛行院 目前的市占率是全世界第一名 那而且我們的售價也是全世界第一名 那我們的競爭對手 不管是德國公司或加拿大公司 他的售價都比我還低 那我們其實做這件事情 一開始都會覺得說 臺灣過去在做產業或做產品 他的就是我們講的臺灣 一講的就燒個大碗 為他的競爭優勢 你一套幾億 對我們一套 大概都兩億起跳 而且我們的售價都比別的國家還高 但是後來在我們這一次的一個 就發展過程中 我發現說 其實臺灣是可以做 很優質的一個產品 而且這優質產品是可以就是說 超過德國加拿大的產品的售價 那我覺得這個是 也許是臺灣產業未來發展的一個 極大的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可以擺脫過去代工 或者是低價行銷的這樣的一個思維 這當中其實將來 你看到從高空看臺灣 從高空看全世界 這是將來自衛可以扮演的角色 是 你看我們以前看到那個齊柏林 他駕駛的飛機 從空中拍攝 那我們以前都平面看臺灣 很少從高空鳥看 那將來其實像齊仙的精神 現在杜宜錦在臺南 做那個無人飛機的空拍 是 他也在傳承他的自衛 那我想自衛其實將來 你可以有更好的團隊 然後在臺灣的上空 或在全世界的空中 把全世界的美景 藉著一趟飛行 能夠從高往下 甚至還可以潛到海水裡面 這個是等一下回來我們可以再繼續聊 那等一下我們回來 請我們王董事長來跟大家談談 遊戲大概都年輕人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們王董已經快七十歲了 他天天還是青春洋溢 而且他熱情如何 那這個在全鎮工業區的廠辦大樓當中 他開發結果這樣三十多年到現在 能夠讓志冠不斷的這個茁壯 我想在遊戲產業很多看到都沒想到這些年輕人 但是像王董這個年齡的人一生都投注在遊戲產業 我相信這是非常難得的 所以我這次到志冠去參訪 我看到王董在介紹他公司 那個是非常投入 我非常感動 他就是這個是在志冠的辦公室裡面 包括很多的工作服 他都給他保留起來 那你到志冠的辦公室 你會發現他的辦公室各種擺設 他非常的炫 那這當中其實一個人一生熱在工作 然後非常的熱情 把收入員工凝聚起來 我相信這是一個最好的成就 那等一下我們請王董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創辦志冠的心得 稍微來 歡迎再回到現場 今天特別要請王董來到節目現場 第一個你一九八三年的企業創辦的志冠 一九八三年企業 我同時到財訓上班 所以我們工作的生涯一樣的長 所以你看到一九八三年企業到現在 你已經創建一個將近百億的志冠 那這當中你集團員工已經超過一千一百人 那一直以來你都在高雄 那這當中二零一八年臺灣的遊戲產業的產值 大概達到五百八十六億 那我想先聽聽你為什麼選擇在高雄創業 你從來沒有離開高雄 你知道然後現在志冠你從創業走過三十幾年路路 未來有什麼想法 社長 這個你沒有提醒 我還不知道我已經做了三十幾年 我想我是一個台南鄉下 北門 北門 長大的小孩 應該說從讀書一直到上這個高雄公專 我都在南部 對 都在南部 所以應該說是一個鄉下長大 在鄉下成長的一個小孩子 那那時候做遊戲 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機緣 因為原來我爸爸是小學的音樂老師 對 所以這次 你的音樂視聽教室 他做得非常好 我選頁裡面有一個音樂的DNA在裡面 那當然那時候創業的時代 其實遊戲產業還是沒有在臺灣 應該說開始在發芽 那那時候我就進去了 那當然進去以後 在不斷的一個調整當中 這三十年其實我也忘記有幾次的這樣的一個調整 那一直到現在發覺遊戲產業 它是一個很好玩 但是風險很高的 有一點像拍電影 你講那個風險 當然就想到肉身洗青龍弄倒了 我的意思是說這個遊戲 你可能花了一年兩年的時間去開發 投入了很多的精神 人力還有金錢 但是有可能遊戲上的時候 他不如意 那不如意就像電影一樣 他就拍部電影 就賣度很差 所以這個行業 其實他有比較大的一個風險 那我一直在思考的時候 怎麼在我這種比較 所謂比較小心謹慎的鄉下小孩 怎麼讓這樣的產業可以一直做下去 所以我其實在調整中間 我第一個 我認為說遊戲不應該全部都是由我來做 我不是只是一個純研發的公司 應該要幫別的好的遊戲去賣 去銷售 所以我一開始切進去的時候 我就做通路的一個打算 那當然通路賺的錢 你還是要回到原來的根 遊戲開發 遊戲開發內容 沒有根 沒有這個遊戲開發就沒有根 所以在這一段不斷的反覆去 這個賺了錢 然後開發遊戲 成立新的工作室 然後不斷在這個產業裡面 慢慢慢慢有一個看到自己可以遵循的方向 所以我想這個三十年 當然現在很多這個員工都叫我王伯伯 包括我去大陸的時候 以前我一些大陸的一些員工 碰到我就是王伯伯 你做遊戲比大陸還早 對不對 應該說我們是大陸的遊戲產業 其實慢了我們大概十幾年 那我們進去的時候大陸遊戲也是一片一片荒芙 所以我們也是把大陸遊戲 所以大陸大陸的這個他們發了一個叫做遊戲產業十年十大貢獻者 我是台灣唯一的一個 開陸前鋒 那這些都是過去式 我想現在遊戲產業我們看到他的產值 已經是尤其我們看大陸 你看那個騰訊那個不得了 他的產值已經有大概有一兆台幣 那台灣也有兩三百億 那當然看到這個市場 為什麼這個娛樂市場 他會這麼樣子的普及 當然很重要是手機 拜手機之事 那讓所有人全部都可以玩到 以前PC是端點了嘛 現在變手遊嘛對不對 對因為PC你必須要坐在電腦前面才能玩 現在手遊隨時都可以玩 然後破碎時間很多都可以玩 那這個也是這個產業現在看到的一個比較爆發性的一個成長的一個原因 那我想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全世界的遊戲公司都在做手機遊戲 以前分得很清楚 做PC的做遊樂器的 現在所有的全部進入手機遊戲 那就造成整個遊戲市場的一個產品非常的多 尤其我們台灣他是沒有出版法的 他不像大陸你可以把書號停下來 可以不出版 臺灣市所有的遊戲都可以很自由的進來臺灣市場 沒有任何的障礙 所以變成說所有的遊戲都會進來臺灣 只要好的遊戲都會進來臺灣 所以也養成了這個臺灣遊戲玩家 對這個遊戲這個領域裡面的一個比較高的這樣的一個認知 甚至他對整個遊戲的品質跟遊戲的流行 他的敏感度很高 所以我想這個是臺灣現在發展 遊戲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這些基本的我們這些員工 他在從小耳濡目染之下 對遊戲這個領域非常的瞭解 是 你從高雄一路這樣扎根 等一下回來我特別要請教你 就是說你這個高雄 你從來沒有想說要北上去打拚 但是我去看你的公司 你那個前陣的工業區那個廠辦 我看差不多都是自貫的幾乎算自貫的總部了 那在這樣的一個地方你大概從三十多年來能夠把它打拼到今天這樣的局面 已經實在很了不起了 那後面的包括這個你可以先跟我們稍微聊一下 包括現在自貫的多角化 你看到自貫的這個 現在包括那個電商自負 你的藍芯科技 我看你後面還有很多主公司 這種發展的多角化的策略 包括你對音樂的這個 你看你在遊戲當中很多的這個大概包括那個交響樂的那種演奏 你都很臨場感 你非常強調這個製作的過程 這個可以稍微跟我們強調一下 好 原來我們那時候做電腦遊戲的時候 其實我們知道坐在電腦前面 你會看到很漂亮的一個畫面 很多3D的一個特效 那甚至說你可以聆聽到非常好聽的這個背景音樂 對 所以那時候在玩遊戲是一種享受 好像在看電影一樣 是一種享受 所以這個轉成手遊以後 就發覺完全不一樣了 他手遊這個有時候你在玩手遊的時候 在車上 你還不敢把聖音開出來 所以一般來講 就好像我們在看電影 看那種無聲電影一樣 他又回到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滿足 那甚至那個遊戲也非常簡單 他只是一個很簡單的這種娛樂 不是看一部電影的感覺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無所事從 坦白講 我們在這個遊戲的領域深耕了十幾年 所有的東西都是非常應該說非常優質的 但突然消費者改變了 消費者娛樂習慣改變了 那我們確實台灣的遊戲產業 在這個轉型手遊 這一段時間 確實非常幸福 台灣過去幾家大型的這個電腦遊戲的研發商 都碰到一個同樣的問題 那那時候大陸又大局把這個手遊就整個開發起來 然後全部進來這個台灣市場 所以我們被擠壓 甚至說我們的很多的人才 因為他做不好 就離開了這個產業 所以那段時間就變成台灣遊戲產業的一個低潮 甚至是一個比較真空的一個時間 但是現在我們發覺我們找到了一個新的出路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過去端流 他把它轉成M 就是把那種端流的遊戲全部完全轉成在手機上面 當然他花的成本就比較高 但是玩家也因為找回過去的那種回憶 那種喜歡的那種感覺 所以也造成市場很大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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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 那像我們知道前段時間的天堂APP 他他就是轉型了 那我們中華網農也把過去那個吞噬天地 一個比較大的一個IP做了時間 他把它做成M 雖然那個遊戲看起來是2D的 但是發覺這個市場的反應 那些老玩家的一種感動 讓我們認為說我們找到一條新的出路 所以後面我們會把這個中華網農過去這十年 所做的幾個大的IP 包括後面的這個戀愛盒子 防疫情侠傳 魔獸世界大概你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是 那魔獸世界那個是美國的 美國來進口的 對 美國 你代理了嘛 對不對 對 我們代理了 那當然這些外國的遊戲跟台灣的遊戲 台灣的遊戲的感覺是本土化 親切感 大陸遊戲哇很大 好像電影一樣 好像史詩那種感覺 所以我是認為說現在台灣我們找到了一個研發的一個新的方向 就是把過去我們這些台灣研發公司所做的成名IP都可以把它轉成 至少讓這樣一個潮流我們能夠搭上車 對 那未來我是感覺說 我們一定要怎麼去把這個研發這一塊在台灣生根 對 那為什麼有這個機會呢 因為現在5G 5G來臨了 然後再來我們看到的手機他已經變成一個折疊式的 他其實就是一個小的平板 對 那小的平板 他的畫面那個精緻度 他的需求就不像那個手機那麼小 對 所以我感覺又回到我們以前那種必須要做一個大的作品 像這種RPG這種角色扮演類的 他又可以回到市場上面的主流 對 那那時候也是台灣重新再站起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機會 我們謝謝王董 其實我非常敬佩你的一輩子 這個在遊戲產業當中熱情洋溢 這個是在自貫身上可以看到您是完全投入 而且在這個產業不斷的向前精進 這是台灣這個創業者的典範 回來之後我們回來談談自衛 就是說在整個自衛發展的路上 大家也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從技術的發展 現在包括你會加拿大 包括會歐洲 我看都來了 這很多幾個 我想這個進程當中 我們如何把自衛的飛行劇院打到全世界 我想這是台灣之光當中 其實非常重要的一項 自衛在這幾年做得非常好 等一下回來我們聽聽歐陽總經理 給大家來獻勝說 稍微來 好 今天等於我帶大家來參訪自衛 那我們上回去了說 這個歐陽總經理親自做簡報 那我特別把這幾個圖表 把它拍下來 第一個你看到 你坐在那個椅子上 這個叫鋼的力量 他說瞬間動作 可以推動一隻大象 這裡面的機械動能是非常的強 然後他說安靜且靈敏的動作 這個 這是自衛的know how 身歷其境的飛行體驗 然後再到工業藝術的結晶 然後i-right的特質 精密的機電的布線 然後高解析度的電影畫質 所以你坐在那個上頭 你可以感受到 你這個是可以享受到 身歷其境的一種飛行的快感 所以這裡面的技術 我想這幾個先請 我們歐陽總經理 給大家來稍微解釋一下 那所謂的飛行業或是體感遊樂設備 他其實並不是一個單一產業的產品 那其實是一個跨領域產業的整合的產品 那基本上他大概至少有三種 我們臺灣其實很擅長的產業領域去整合的 第一個就是資訊通訊產業 那第二個就是機械加工產業 那第三個其實是內容產業 那其實這三個產業在臺灣來講 其實的人才都不少 而且他在個別領域的發展 其實都有很長段時間 其實我們在看這些事情 就是說臺灣他的一個重要的價值 不是只是一個就是說 某個產業領域的一個領先 而是在這麼多產業領域 他都有領先的一個一個廠商 那我覺得如果把這領先產業領先的那種能力整合在一起 他創作出來的一個產品是可以很驚人的 我們第一次把產品賣到德國的時候 其實我們自己是非常惶恐 我們想說我們怎麼可能把這種機械 這麼大型的機械社會要賣給德國 德國買不買單 但是我們第一次邀請德國客戶來看的時候 他做一個動作永生難忘 他就是親吻把說影響關掉 他親自做上去 他做完他就下單 問他為什麼 他說連我都做不了這麼安靜 你能做這麼安靜 那代表你的機械加工能力很強 可是這機械加工能力 並不是我們公司所具有的 是臺灣廠商所具有的 所以這樣的一種跨領域的一個就是說產業整合能力 也許是我們未來臺灣產業 可以去發展的一個方向 因為我們也是根據這樣的一個就是發展方向 我們算是打開一個新南海 過去臺灣沒有任何一家廠商 在國際的一個所謂遊樂設備產業 有曾經賣過任何產品 事實上我們都是第一家 加拿大最早對不對 對 加拿大最早 歐洲公園 現在二零一七年六月也開張了 對不對 然後這個溫哥華的 原來這個已經他在買了自衛 好像又賣給人了 然後還是很賺錢 對不對 是是是 所以這些事情 我們在全世界就是說 幾乎我們現在只有非洲沒有客戶 可是每個地方我們都走得出去 我發現說其實臺灣的一個就是說廠商 他如果能善用這些不同領域的一個產業的整合能力之後 他是個行銷全世界的 而且這全世界的客戶都覺得說 你的你的產品是可以是屬於全世界領先等級 因為剛才我說過 我們賣的售價並不便宜 其實都超過歐美廠商的售價 所以這些事情的一個就是說發展 我覺得這是可以是我們去琢磨的地方 這當中其實你看到上回 你跟我做簡報的時候 你從鋼的力量 或是臺灣的我上次看到這個電機的這種布線 是 這要用很多新技術 是那還有包括你每一次那個機隊是去拍 我看那個是要有很高的技術含金量 這個可以稍微介紹一下 是 其實那個機械設備 其實我們在做大概都是全世界第一次去嘗試 這樣的一個加工方式 或者一個組裝方式 所以包含一開始我們的承包商也非常生氣 他說為什麼有人要把一個機械設備做成這樣子 但是因為國際那種一流的主題樂園產業 他的要求就是這樣 他要求安全 要求安靜 要求精準 那個就是又 我覺得是有些部分是超過原來這種機械加工機的那種領域的 所以等於是說我們必須要突破原有的一些舊有的一些技術門檻 要再往前前進 所以你一套產品好像好幾個貨櫃嗎 對嗎 好像蓋一棟房子 我們事實上出口一套產品 大概四十尺的貨櫃要四十二個 所以一開始我們在出貨的時候 很多客戶都覺得說我們發了 我說沒有才一套設備而已 是 那像拍攝影片也是一個很困難的工作 我們過去花了整整三年時間才把臺灣拍完 那為什麼 因為當你去在空中拍攝的時候 其實天氣不見得會配合你 那有時候你要拍某個美景 就在某個特定時間 甚至就是說 其實臺灣的高山在拍攝是非常危險 他亂流非常多 所以後來我們才發現說 原來空拍是這麼一個艱難的工作 所以到徐柏林去世以後 大家終於知道這個空拍是 是非常危險的一個工作 可是這些都屬於內容產業的一塊 所以這些產業都要去涉獵 然後全部把它整合在一起 你才有機會去創作出這樣的產品出來 但是我認為說 只要能創作的出來 這產品的價值是可以非常高的 你現在產品歐洲 德國 加拿大 到目前為止大概好像三十幾套 對不對 對 那對智威來講 大概你的出產的產品要到多少套 你的營利才會有比較大的爆發力 其實我們下階段在看的是一個就是說 內容的一個市場 就像電影院一樣 我們蓋了那麼多飛行業 其實就跟蓋電影院一樣 我們到一百套的時候 我們其實內容市場的突飛猛就會很驚人 像到今天為止 一年去看我們的飛行業人士 已經到一千三百萬人士 已經一千三了 我上次一千奧 現在又加一百 一千三的 那等於是台灣一半以上人口 那等於說現在我們有掌握 差不多台灣一半以上人口的觀賞人士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在未來做內容產業 它是一個很好的通路 那像我們也把全世界不同的美景 有些把它license下來 有些我們自己去拍 所以未來我們其實是可以把全世界美景去做一個 就是說全世界推廣 另外我們也有一個 就是說合作夥伴在日本講人社 那我們是大量利用他的一些動漫IP 去製作成不同的電影或者是內容 所以不是只有看風景而已 事實上我們另外一個企圖是希望說 他變得可以是取代未來的可能性 取代這種所謂電影 因為這類型娛樂的一種可能性 因為我發現就是說 我們在做的事情是蠻有意思 就是說我們希望在月短的時間內 達到人類最大的滿足跟感動 那這個是跟過去的一個就是說 做法有點背道而止 過去我們想說你這樣提供一個娛樂 你要充足的時間 比如說看電影花個兩個小時 當我們一直在思考就是說假設我十分鐘或四五分鐘 就可以達到一樣的更高的一個滿足跟感動的時候 這會不會是一個顛覆未來這種娛樂市場的一個可能性 那另外一點其實這個 這個這個體感科技 他未來最大的應用方向 我覺得反而是在教育 這塊領域教育訓練 其實一開始他本來就教育訓練的這種這種市場 從NASA為了登月去開發這種技術開始 那未來在教育訓練市場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大可以去發展的市場 因為你坐在那個體感遊戲機上面 然後你可以遨遊全世界 所以我看過美國 我就想說如果將來像日本 我們一年去日本很多 你說是 凌空把日本很多的地方 就這樣看一遍 那我覺得那是很大的享受 那我想這個一句 等一下我們還有時間可以再聊一聊 你到臺北來了 藍山廣場 說將來如果有機會 大家去體驗一下 我覺得一定讓你值得票價 好 回來我們怎樣 回來請教我們王董來看看 這個志冠三十多年來 根基都砸在高雄 現在高雄大家都希望高雄有新的發展 你來談談志冠在高雄的感受 那未來高雄在整個產業聚落當中 他到底如何把這個產業聚落的形態 很完整來跟大家做一個新的發展的大的方向的一個解讀 稍微我們請教王董事長 歡迎回到現場我們要請教王董事長 我想您在高雄投入三十多年你一生最重要的歲月 幾乎都獻給了高雄 我相信你對高雄很多想法 那麼在陳菊市長的時候 其實我就提到以住冠在高雄的這種遊戲產業的聚落 如果高雄能夠把它當成一個地標的指標之一 我覺得那個能見度也不錯了 那現在我看韓市長上來之後 高雄能見度更高 大家很多人到高雄買房子 最近很多人問我高雄房子可以買嗎 高雄可以買到價格低是40但是一定要有產業大量的移入 因為如果只是臺北人因為房價低你去買 買了以後你沒有住 那個大樓不會增值 那這個是這二十多年來高雄一直都這樣的形態 所以能夠帶動產業到高雄來發展 我想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 那我相信你在高雄的感受應該更鮮明 那過去來講你也一直有一個高雄發展中國亞洲藝術基地的想法 其實你看到後來高雄在像魏武營的發展 包括高雄美術館 他這種泰德爾的展 他已經把那個檔次慢慢就拉起來了 所以未來的高雄的發展 你給大家包括給我們韓市長什麼樣的建議 現在我的上班大概禮拜一到禮拜四市長臺北 然後禮拜五我就不回去 我就受不了 一定回到高雄 所以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我都在高雄 這個是一種故鄉的感覺 家的感覺 所以我其實在高雄我看到很多可以切入的點 那當然從我了解的遊戲產業 我大概分成四個步驟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要有人來投資 投資做遊戲 因為不可能所有的遊戲都自己來 但是臺灣對投資做遊戲的 就比較意願沒那麼高 你看這個智慧很有錢 他也不接著會投遊戲 所以確實不像大陸 不像海外 日本 韓國 他對這種遊戲賭一把 這種臺灣其實創投公司比較不敢 所以在沒有資金奧演的情況下 我們要怎麼去 在遊戲產業找到一個方向 那我想遊戲產業它就是一個產業鏈 這個產業鏈裡面呢 他有很大一塊 其實都有成本的 比如說前面他有這個企劃 然後程式去學 然後最後一個很重要 就是你的表現 美術表現 你的美術要做到什麼程度 做到像電影一樣 還是你是做這種2D的東西 在你的音樂音效 你的所有的效果 是不是像電影的聲光效果 所以他的品質高低差很多 那未來我剛才講 因為5G跟這個雲端的一個快速的發展 將來他的品質一定是非常大幅度的提升 對 好 那在這個整個生產鏈裡面 我們能找到什麼 那現在我感覺臺灣 應該說高雄 最有價值的就是人權會 忠誠度 這些高雄的員工 你說我今天多一萬塊錢 或兩萬塊你來臺北上班 他不要上去 他感覺我只要安居樂業 我只要能夠好好生活 那我就夠了 對 所以高雄的這些員工的穩定性 我再看 包括我去大陸那麼多年 看的所有這個高雄的員工的穩定性是最高的 也可以說他們是最忠誠的 對 這是一個優點 第二個成本 現在所有這個美術這一塊的成本 以前是台北 以前是大陸最低 現在是高雄最低 全世界的美術成本跟品質 高雄是最優的 對 那第三個呢 就是我們怎麼讓這個產品能夠做出來 能夠賣 他就是要形成一個巨肉 對 第一個要速度 第二個要品質 第三個價錢要好 所以我認為說所有的這一些這個高雄的優勢 怎麼配合設備 像我們就是把這個設備 包括這個 我們看到影片裡面那種樂團 一百個樂團的演奏 或者是動態捕捉 這種看起來就是完全就跟電影的那個拍攝手法一樣的 我們就在高雄建立這樣的一個一個設備 對 那最後一個是人才 人才要從哪裡來 你說臺北叫他到高雄去上班 沒有 本來就人就很少了 所以我們是在南部的食物所大專業校 我們跟他們做了一個建教合作 等於說第四年 大學四年的時候他就到公司去上班 那上班就是一種實習 然後一個禮拜一天回學校 其他時間都在 都在這個公司裡面學習 所以我們去年我們做了一個大專業校的的一個叫建教合作 我們我們招募了三十個學生 那一直到現在去年六月開始 到現在已經九個月了 我們還有十五個學生 這十五個學生被錄取 變成未來 他畢業以後馬上就可以進來進來學校 那今天我們會擴大做五十個人 六十個人 包括美術 音樂 多媒體 所以在人才上面我們也會做一些這個培養 所以這四個方向 我希望說能夠放在高雄 我上回到高雄 你在做簡報的時候 我看這些小朋友都很年輕吧 這個他們好像很多人從學校你就開始訓練 所以我後來跟王董也在提到 我說也許將來有一天南部有一所私立學校 他要賣 我看這個志冠可以買下來 自己弄一所學校 叫遊戲學校 來專門培養人才 這是一條龍 這個有沒有這個想法 這個希望我有生之年 能夠按照社長的意思能做到 但是現在我想我們南部的有實務所 這些大專業校 都有培養相關科系 多媒體科系的學生 我是認為這些學生出來以後 他如果喜歡在高雄工作 我們提供給他一個安 非常安穩的 環境 甚至在這邊 我們看到很多的這個移居 你沒看到這個 去高雄 他真的很適合居住 高雄其實很美 就是我幫他講 又老又草 有點不太公平 對 然後你看到從 包括我們拍照 從空拍看下去的 高雄真的好美 有山 有水 然後有海 哇 這個 這個真的是全世界 你看的這種港灣城市裡面 沒有像高雄這麼漂亮 所以我們有移居 然後生活的這個成本 又很低 然後中程度又高 你找不到這麼好的一個投資環境 所以未來我希望說能夠看到 不是只有我 會有其他的公司願意在高雄做這樣的叫做產業聚落 在美術跟音樂這一塊 我們變成是一個生產線裡面最重要的一環 因為遊戲開發 美術跟音樂加起來的成本 是佔整個遊戲成本超過百分之五十 一半以上 一半以上 對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投資遊戲 那就幫大家一起來做遊戲 然後說不定還可以繼續做三十年 好 我們謝謝王董 其實一生 你對高雄貢獻良多 其實那個三十多年來不斷地 一方面你創造很多的就業的機會 也讓很多年輕人有學習的機會 所以我看你帶著這個年輕人 他們其實都剛離開學家不久 所以這個 那一天其實我很感動 這個去高雄市民要感謝王董事長 創造上千人的就業機會 好 等一下回來 我們請聽這個這個歐陽總經理來跟我們談一下 經理已經遠征臺北了 等一下回來 我們請歐陽總經理來介紹一下他的藍山的巨宴 稍微來 好 回來我們請教沃陽總經理 你看到你到那個自威的體感遊戲的現場 其實他是一個圓形的 那這個圓形 圓形你進去之後坐在椅子上還綁好安全帶 然後真正開始進入飛機的飛行 那個 你的椅子是不會動的 但是你坐上去之後你會發現你身歷其境就在空中翱翔 然後包括飛機的起飛到降落 現在包括潛水到水裡面看到水底的所有的美景 那現在你們已經到臺北來設一個飛行的電影宴 那我相信這個對大家來體驗自威的好東西 就有更深刻的體驗的機會 那也請歐陽總經理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們現在臺北目前這樣的一個南山飛行巨宴 目前的情況 是 事實上我們這飛行影院的椅子是會動的 他是一個我們稱為六軸式 六軸式的飛行 我們坐上去不會動 感覺不會坐 可是他事實上是會動的 只是他動的幅度 你感覺不到 但你會覺得好像在那邊飛 這個是我們稱為重要的動作模擬 那事實上南山這個飛行影院能蓋出來是很多人的 就是說因緣的促成才達成的 包含就是我們的 尹先生 尹先生 他願意把他最漂亮的東大樓 被我們拆了一層樓 然後又加 拆了一層 拆了一層 加固了之後才把這東西放進去 那可是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情呢 其實我們在國外那時候已經蓋了將近十幾座飛行影院 那包含我們有親戚朋友跑到加拿大 去搭了飛越加拿大 回來說 哇 加拿大好漂亮 他們有飛行影院怎樣怎樣 我說那是我做的 你相不相信 他們竟然都不相信 那另外一點我也在現場 我上次在德國的時候 看德國人搭我們的飛行影院 有些人搭到就感動流下眼淚 那我是想說 我們為什麼不能讓我們臺灣的民眾 有機會從高空中看到我們這個美麗的臺灣 所以那個 那件事情從那時候開始 那經過了三年 我們才終於把它蓋出來 我們其實是蠻感謝就是說 觀眾對我們支持 因為我們也 我們曾經也有被 被挑戰過 就是說 你這一張門票賣的比電影院還貴 四百塊 四百八十塊 誰要來看 可是事實上我們的生意是相當不錯 就是說開幕以來就是說一直是踴躍不斷 甚至就是說 我們發現說平常我們南山 南山廣場那邊 那個餐廳沒人的時候 我們那邊還在排隊 這個下次到南山廣場吃美食的時候就順便去做一下 你們在幾樓 我們在六樓 六樓 六樓 但是這件事情當然我們希望能盈利 可是事實上我們最大的希望是說 我們真的能打造一座屬於臺灣的飛行營業 讓臺灣人也可以看到自己的美景 那所以我非常希望說 如果臺灣民眾有機會可以去看 因為你要看這種飛行營業 其實在臺灣機會不太多 甚至到國外去 才有看到別人國家的風景 那是讓我們自己臺灣風景 美麗風景 在臺北現在就看得到 是 好 這個我上回做了七八分鐘 做了兩個版本 看到臺灣也看到美國 是 我覺得比較過癮 所以下回那個飛行巨營的時間 是 我是建議歐陽總經理要把他從七八分鐘 把他拉高一倍 然後大概十五到二十 是 我相信你會覺得我既然來一趟 不要那麼短暫 是 能夠欣賞更多的內容 更多的美景 更多的飛行的動感 是 我想這個是我給歐陽總經理的建議 是 是 今天也謝謝這個我們王董事長 在這個遊戲界的老兵 今天特別到我們節目現場 來給大家現身說法 我相信你打造的志冠 我常常在講我一般 我相信你不想來 我相信你現在有的 我相信我現在要是 那個雪山寺君 那時我相信你會聽到 過於我們之間 我會聽到 是誰在市場 現在裝人生 是爹的 我相信你 哪有的 因爹 我GG我orde 也信謝 天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